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基于这一愿景 小程序一方面可以成为腾讯开放的一部分百度小程序就主打开源 另一方面可以伴随腾讯在行业的渗透进入更多场景 依托于微信生态 小程序似乎还远远没有到达天花板 在今年7月广发证券 甚至给微信小程序做了一个500亿美元的估值 记得4年前微信爆发时 外界认为微信估值大概也是500亿美元 可以预见在腾讯战略调整后 不论是对于消费互联网还是产业互联网 小程序会承担更多的职责 未来价值会更大 事实上在小程序刚推出时 罗超频道给出的观点就是小程序短期不可高估 长期不可低估 因为小程序可以构建一个与原生APP和web并列的应用生态 然而建立这样的生态总会需要一定的时间 抖音国际化 小程序场景化 抖音和小程序是头条和腾讯 在过去一年中表现最为突出的产品 两款产品同一天宣布日活破两亿 大有真坚对卖忙之意 两者的上线时间也比较接近 抖音在2016年9月上线 而小程序在2017年1月上线 这一两年 抖音战无不胜 成为短视频市场的一哥 小程序在微信生态下不断迭代 终于构建了一个繁荣的应用生态 一、抖音国际化 明显优于微信小程序和微信 今年3月 张一鸣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宣称 希望在三年内全球用户占比达到50% 而到了7月16日 抖音官方宣布全球月活超过5亿 而在一个月之前 抖音对外公布国内月活是3亿 全球用户占比距离50%越来越近 这意味着抖音的国际化进程 正朝着张一鸣的目标接近 相比之下 微信的国际化并不顺利 一方面 社交是成熟市场 Facebook和Instagram等产品 已经占据了国外社交领域的大部分市场 短视频则不染 另一方面 在于微信的海外本土化 并没有做到 微信的产品团队和海外本地化团队是分开的 产品是张小龙在管 而海外市场本地化 则是由国际业务部在管 这使得微信在国外 并没有做太多本土化的适配 造成水土不服 在罗超频道看来 这也是今日头条 当前在BAT等巨头前面的一大优势 虽然体量可观 不过依然是创业公司状态 物门墙更低 作战更灵活 毕竟传小更好掉头 这也是为什么 今日头条给人感觉做一款产品成一款 但也有例外 比如问答 而大公司往往要做很多产品 才能成一款 抖音也非常重视本地化运营 产品冷起动时 就邀请了很多本地 当红的娱乐明星来助阵 同时还吸引那些本身 在YouTube等平台的红人 逐步迁移到TikTok上来 而在海外的人才招聘中 抖音主要是找跨文化 跨背景 同时也熟悉 当地文化的综合人才去开拓 新的国家市场 此外TikTok经常在海外 开展很多本地化的 线上和线下活动 二 微信小程序 社交属性更强 场景更丰富 微信小程序诞生之初 就承担了连接 微信线上线下服务的重要使命 同时 微信是强社交关系 小程序在原有的微信生态上 用户的粘性和使用频率 都是绝对领先的 正是因为此 微信上火爆的小程序 如拼多多 小游戏等等 要么跟社交有关系 要么就是用户觉得 顺手方便 比如开发票 商务名片 停车缴背等 正是因为此 虽然支付宝 百度 今日头条和抖音 都已推出小程序 但繁荣程度 和开发者人际距离 微信小程序都有距离 不只是因为微信小程序 有先发优势 更重要的还是 独家社交属性 或许正是因为此 百度要走开源路线 在刚刚的百度世界大会上 成立小程序开源联盟 支付宝则着重吸引生活服务 金融等与支付宝优势 联系紧密的应用 自己 Dafne 侦高 准出 很税 偏常 呢 孒